禀宗主 弟子知错 弟子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切磋 没想到背后居然还有这种隐情 才判断失误 既然你已知错 那便罚你一个失察之罪 去后山立珠洞天 死过一个月吧 无事不得山子离开 是 师尊 如此 叶楚云 你可满意了 顾宗主 真叫人喊心了 萧平天害我的证据确凿 却只是轻飘飘地禁足 况且明着禁足 实则是让萧平天 去后山接传承的 可惜一切都是土老 小子 好酒量啊 够爽快 不错 有我一半那么洒脱了 你不知道 我这心里郁闷啊 你现在是建修体制 我被建修啊 讲究一个豁达通透 从不留心结过夜 你这样纷纷不平的心计 可不理于修炼哪 但说了 你体内还存有大部分 度恶神丹的能量 没有吸收 这也正是你碰巧能抵挡 镇魂丁的缘由 不要再往心里憋气了 小心走火入魔 我并非愤愤不平 只是今日之事 让我真正认清了 刘热宗这个地方 堂堂一宗之主 如此偏袒弟子 不顾道理 宗门重掌管对此熟视无睹 跟着搅浑水 刘热老祖更是不闻不问 还好有邓长老真心帮忙 还借给我流向水晶 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 萧平天的阴谋就达成了 不用放在心上 等你强大了 自然不会再受到不公的待遇 剑修体制本就万众无一 能在冰死之际 觉醒剑修体制的 就更是罕见 你小子 或许真能成就剑道真境 战到剑修巅峰 要努力啊 您太客气了 我要是能站到剑修巅峰 邓长老 必定已经剑道化身 你小子原来 也这么会拍马屁啊 剑道化身 不错 是您先说的剑道巅峰啊 我说的是真的 你别不信 对了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自己保重 离开 你要去哪里啊 总之很远 你别打听了 乃故人所托之事 如今时机成熟 得去一趟了 不好 邓老头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 邓长老 既然你要远行 我便为您补上一挂吧 这样你也能安心出门 你小子突然装神弄鬼了又干嘛 邓长老 你此去必是王匪 一定要外事小心 我祖上是占卜天命了 我方才跟你算了 如遇动死 但凡选右边 必有大劫 切记切记 狠小子 妈要咒我 我应该一路顺风 怎么会有大劫 这贼老天能带我和 呵呵呵 你这放心吧 希望邓长老这次能逢凶化疾吧